这大概是隔离期间最想要的超能力 不要核酸不要行程马 只需要一张目的地照片 一段脑海中的回忆 立刻就能闪送自己去旅行 秒秒钟畅游世界 从纽约走出公寓大楼 下一秒就在伦敦大本中俯瞰夜景 一夜春风后 加州阳光海岸遨游 等不到海浪不打紧 直接顺移到斐济 追逐30米的巨浪 早餐Brunch选在师生人面向头顶享用 空间局限在此毫无意义 旅游又是什么 一天逛遍世界 地球从此都是我家 而这样的超能力落在了 一个五岁母亲就离家出走 从小受人欺凌的自卑男孩大卫头上 那一次 当他在新一女生米粒面前 准备表白之时 又被人欺负调侃 还掉进了冰河里 冬天的冰袋下 河水湍急奔涌 掉到这里就意味着向生命告别 眼看着大卫被冲走 米粒却没有任何办法 但在最危难的时候 人的潜能真的可以被逼之爆发 大卫的超能力就在此时显现了出来 带着身边的水流 他直接顺移到了图书馆里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他 回到家里瑟瑟发抖 而平时暴躁又喝了假酒的父亲 还追上来咄咄逼人的责骂 正要破门而入 大卫一紧张 再一次把自己传送到了图书馆 空气中还留下了 一道时空裂缝的痕迹 从此 大卫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他开始不断尝试 慢慢掌握了顺移的诀窍 只要是目光所及的地方 都能直接到达 哪怕是在记忆中也可以 拿着本旅游图册 看到了小时候 妈妈带他去的帝国大厦顶楼 正回想着 屋里就开始震动起来 一瞬间就到了帝国大厦 既然有了如此超能力 大卫决定自己出来闯世界 回到家 拿起妈妈的照片 告别了曾经的伤心的 也悄悄告别了米丽 来到纽约 租了一个小房间 接下来就要考虑生存的问题了 而大卫很直接 直奔银行 借着上厕所的理由 让保安带他进了银行内部 看到了银行保险库的样子 到了晚上抄起工具和袋子 回想起保险库 然后 所以说 这样的超能力 真的无所不能 大卫如同一路开挂 就这么过上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刚满20岁 就已经住着纽约的豪华公寓 屋子挂满了全球各地的照片 更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 喜欢什么就有什么 而他却还不知道 获得总得付出代价 在他一次次光顾银行的时候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这个男人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劫匪 一个闪现直接进入银行金库 瞬间赚得盆满钵满 年仅20岁 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各种豪车数不胜数 就连拿遥控器这件小事 都必须秀一把超能力 虽然已经积攒了 满满一屋子的钞票 但是他并不满足 大卫开始不断寻找刺激 刚从豪宅中走出来 下一秒就到了伦敦 第二天再顺移到埃及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开挂一般的生活 已经被人盯上了 眼前这个白发黑人名叫罗兰 他是一个叫做游侠组织的领导 这个组织就是专门猎杀 那些拥有顺移能力的人 一旦抓到顺移者 就会直接干掉 显然拥有顺移能力的人 不止大卫一个 而另一边 大卫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城市 找到了小时候喜欢的女孩米莉 但此时的米莉生活 却十分糟糕 在这里还碰到了 曾经欺负过他的笑霸 笑霸上来就对米莉动手动脚 大卫立即和他扭打在一起 避开了所有人的视线后 直接带着叫霸 顺移到了银行金库中 然后大卫直接转身潇洒走人 随后带着米莉来到了罗马旅游 带他住顶级的酒店 享受最奢侈的生活 很快他就捕获了米莉的芳心 第二天 两人来到了古罗马窦售场参观 但是这里已经闭馆了 大卫就偷偷地利用了 顺移能力打开了大门 两人也沉浸在这恢红的场景之下 但就在参观时 他们又被一扇门挡住了去了 就在他再次准备利用超能力打开门时 却在这里遇到了一个 同样拥有顺移能力的人 杰克 杰克告诉大卫 你这样经常反复地顺移 早就有人盯上了你 大卫还没来得及询问 远处果然就出现了两个人 他们手持着特制的武器 然后就直接冲向了大卫两人 在古罗马斗兽场中 这仿佛是一场猎杀 这两人便是游侠组织的成员 而杰克则是反游侠的专家 拥有着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 很快就将两人解决 随后杰克一个顺移消失在原地 此时的大卫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找到了米粒 为了不让他陷入危险 于是大卫便将米粒送上了飞机 随后他一个顺移回到了家中 但下一秒 他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原来游侠组织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对付拥有顺移能力的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当然是来一个大电棍 大卫刚要顺移逃走 罗兰掏出电棍 潜伏电压让大脑无法集中注意力 大卫没办法再次顺移 此时罗兰又射出了一根电缆 然而大卫的意志很是顽强 带着电线就闪到了自己的小金库里 挣扎着剪断电线逃脱了 经过这番交手 大卫发现罗兰是个难缠的角色 自己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没多久 他悄悄回到了家中 却发现父亲也已经被罗兰给杀害了 大卫抱着他就闪现到了医院 但也无力回天 很快大卫来找反哺专家杰克 要与他联手来对付罗兰 但现在还有一个更紧要的事情 就是找到米利 因为罗兰一定会追踪到他那里 为了米利的安全 杰克同意了大卫的请求 但表示要自己先去做些准备 大卫只好独自先去找米利 终于把自己的超能力向他坦白了 这会儿罗兰带着游侠组织追来了 大卫赶紧抱着米利 顺移到了杰克的据点 但罗兰这次带着更尖端的设备 直接打开了大卫的留下的痕迹 一个传送门凭空显现 罗兰通过传送门 把米利给抓了回去 杰克发现自己已经暴露了 把之前准备好的炸弹拿了出来 打算扔过去引爆 但被大卫阻止了 毕竟米利还在那一头 大卫抢走引爆器直接闪走 就这样两人直接开始了一番 三分钟内闪现全球的追逐 在中东战场上 大卫把杰克困在了高压电塔里 封住了他的瞬移能力 然后独自前往拯救米利 而这必然就落入了罗兰设下的圈套 大卫被牢牢地困在了电网中 但让所有游侠都意外的是 他的潜能真的深不可测 整个房间直接被传走 把米利放到了安全的地方 大卫迅速抱着罗兰 顺移到了鸟不拉屎的无人侠谷 让他在此自生自灭 故事的最后 大卫和米利过少了 分分钟环游世界的日子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毕竟咱们现在哪哪都需要核酸隔离 假如你也拥有这种能力 你最想去哪里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心灵传输者》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心灵传输者》